那部長從今天群達的過程 也做了很多的表示 但我要講一個比較範圍比較大 而不是只有這個個案的事情 因為我去的時候 去喊的時候 你們的確有回喊 但編密件 雖然我對於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編密件 我老實說 我從法律的角度 百事不得及接 但我尊重外交部 你們編密件 我就把它全部折起來 內容我有看 但你們編密件了以後 給我的訊號是 細節不能公開 內容不能討論 要不然會有泄密的問題 好 那你們編密件 你們的基礎 應該是行政院的文書處理手冊 第51條 各機關就主管業務 核定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因依法律或法律具體授權的 法規命令為之 你們這次編密件的 法律或者是法律授權的 法規命令是什麼 是 我同學是不是來說明一下 抱委員 因為我們各個外館的經費的明細 是放在我們的機密預算的內容去表達 那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其實每年都有經過大院審議同意通過 那所以我們送給委員的資料 我們是依照相關規定 他是說董預算在提出的時候有另外一個機密預算 來來來 請部長看一下 第51條 因依法規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的法規命令為之 那我現在就請教你 你的法律或法律授權的法規命令的基礎是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啊 我們號稱 我們希望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我們跟老共不一樣嘛 老共是人質嘛 是獨裁政體嘛 上面的人說了就算了嘛 台灣就不是嘛 那請問法規的依據是什麼 我想經過大院審過的預算 放列在機密預算 它本身也具有法律的效率 我這樣講好了啦 你說 列為機密預算 那誰把它露出來 有法律的效率 沒有關係齁 你做這樣子的說明 法律上面站得住腳 站不住腳 大家可以進一步討論 你們說 這些資訊有機密性 恐召中共 掌握我國外館的資源配置 我國外館大使的宿舍 沙發花多少錢 我們擔心中共掌握 所以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咖啡機花多少錢 擔心中共掌握 所以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擔心我們的大使咖啡喝太好 然後台灣的外交會做得太好 因為這個基本上的邏輯要跟 道理要跟一般的民眾講清楚 要不然大家沒辦法理解 請部長 我們同仁說明一下 這個不太一樣 是 報委員喔 雖然我們提供的資料 是比較個案零星 但是這涉及到整體的資源的配置 今天如果我將 我將這些零星的資料 用公開的方式給委員 我後續的資料 如果把它列為密件的話 委員會質疑說 為什麼前面是公開 所以我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有一個一致性 那委員如果需要資料 我們絕對可以提供 但是希望還是遵從 依照相關規定辦 謝謝 對 所以我在一直問你阿 相關規定是什麼阿 謝謝委員喔 剛剛部長其實 來來來來 剛剛你一直在講相關規定嘛 我就具體請教你相關規定是什麼阿 謝謝委員喔 剛剛部長講的 是 只要大院這邊審議同意的話 其實它的效率是 行通法律 好 如果 今天我把具體的數字講出去 有沒有泄密罪的問題 具體的數目 對 譬如說啦 我今天講說沙發花了多少錢 我把它講出去有泄密的問題嗎 有還是沒有 我尊重委員的決定 謝謝 這不是你尊重我的決定阿 台灣是一個法治國家嘛 謝謝委員喔 所以你們依照的法律到底是什麼 然後你今天跟我說你尊重我的決定 我具體的請教 站在外交部的立場 我把一套沙發花了多少錢講出去 有沒有泄密罪的問題 有還是沒有 我們用密件處理 希望委員依照相關規定辦 是阿 所以我到目前為止都尊重你們的密件 阿我請教你密件的法律基礎是什麼 問到現在你還是講不出來阿 好來 預算和具有法律的下 不過不要緊委員是這樣喔 他們看 因為我 我想分成授權阿 他用密是說 我們原始的預算資料如果整個出去阿公佈阿 未來所有比照辦理 那裡面的單項數字 因為有 當然是可以做一些報告 編列密件的標準 台灣作為一個法治國家 要不要有一個客觀的法律標準 應該要有嘛 部長你應該可以同意嘛 是 是吧 好來看一下 去年外交部單位決算書喔 這個是我上網公開上面看到的資料 來看一下 2023年12月5號 店會預付 美國預購新任於大使館長職務宿舍家具 及公務手機所需費用 7697美金 奇怪這不是機密嗎 怎麼會在決算報告裡面寫得這麼清楚 在決算報告寫成這樣 然後告訴立委所知說這是機密 這個會不會洩漏我國阿 在大使的資源配置阿 他說不會阿 因為我們在決算書上面只會去揭露預付款的項目 這是屬於零星採購 是看不出來 整個 但是你讓大家知道最少花了7600嘛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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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委員指教 但是我們 之所以解釋提供委員的資料會涉及到密件 是因為會看得出來說整體的資源的配置 這樣子我們希望我們是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我再說一次啦齁 這個零星採購是看不出來的 零星採購看不出來 一個沙發多少錢看得出來看不出來 我們是盡量公開就公開 但是如果會涉及到 維及到相關資源的配置整體的項目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 所以你今天的論理是說 一套沙發多少錢會維及一套整體資源的配置 不是對不起委員不是這樣解釋 剛剛你不就是這樣說嗎 這是屬於零星購置 但是我提供給委員資料 所以買沙發不是零星購置 買咖啡機是不是零星購置 買手機是不是零星購置 謝謝委員指教 因為在預付款上面只有部分項目 那我能提供給委員的項目是比較有整體性的 那會看出來全貌 我還是問問題嘛 我們希望能夠 咖啡機一台多少錢 會不會揭露整體配置 會嗎 他說不會 我想應該也不會 所以咖啡機一台多少錢是可以講的嗎 是嗎 咖啡機一台多少是可以講的嗎 是啊 沙發一套多少錢是可以講的嗎 他講單項 對 因為這只要不涉及整體預算結構 我們等個外款的預算的配置 所以既然 這個 剛剛部長講了嘛 齁 咖啡機 咖啡機多少 可以講 台灣是一個法治國家 什麼是密 什麼不是密 這應該要有法律明確的標準 絕對不應該是行政單位 個別致意的決定 這樣的原則 部長可以同意吧 原則齁是可以啦 但我說因為給委員的資料 是很完整的時候 那個結構 他用個密集 並不是說我們不能夠討論 委員會不知道 還是可以知道 可是我就覺得我們當然 但是我們不能公開討論 因為公開討論就洩密啦 我是覺得那個結構啦 就那個配置啦 因為給委員的是 我只給單項嘛 但是我們現在在討論的時候 所以我單項可以討論嗎 可以 因為現在有些錯誤的報導 我們當然成績不然會造成傷害啊 這個單項我是覺得 事實上是可以的 現在按你們內部報仗的規則 按你們內部報仗的規則 有沒有任何規定 一套沙發 最高金額多少錢 因為各地的物價還有一些 沒有關係 我們就以美國來講 一套沙發 最高的價格 你們有沒有規定 因為你們剛剛一直跟大家講嘛 合乎規定 所以報銷嘛 合乎規定 報銷 合法的我們一定都尊重 合不合理 規定有沒有需要修改 可以再討論 但我現在的問題來了 那依照你們目前的規定 一套沙發 有沒有設上限 我講的是規定喔 現在沒有簽設到個案喔 一套沙發 以在美國來講 在DC來講 我們採購上限的金額 按照目前外銷部的規定是多少錢 還是這也是外交秘密不能說 目前沒有規定啦 所以沒有上限 沒有規定上限 這樣合理嗎 部長你覺得 每個個案都要去討論嘛 因為他當地的物價 沒有我現在沒有在跟你討論個案 我現在在跟你討論規定嘛 我跟委員報告齁 採購的金額 如果沒有上限的話 那就是不管買多少錢 全部都合法 因為沒有上限啊 他有一個他要去申報跟那個 要有一個合可 是啊 你申報合可 就要按照規則嘛 所以我才問你規則 有沒有上限嘛 那他不是一個 一條線那個死 他一定是很量各種情況 各國的物價 然後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會計 時間的關係齁 你們把事情複雜化了 你用的公開的預算 你用的科目 是哪個科目 你把它編在那個密件嗎 機密嗎 這是公開的預算吧 報偉喔 我們駐外管處的總數 是編在公開預算 但是各個 對啊 你是編在公開預算啊 那你現在是胡說八道 沒關係 你們把它理清楚 本來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大家在質疑 不管是朝野的委員 大家都希望把它理清楚 如果會造成傷害 我們就要把它講清楚 不好意思 因為 我理解齁 我現在 就是說 只拜託部長一件事情 齁 我們駐外的人員 需要的資源 在第一線打仗 我們一定支持啦 公務的支出 我們一定支持啦 但是 花這個數額去買沙發 必要性在哪裡 那不是在辦公室 那個在他住的地方 大家才會問嘛 所以我現在 我也不跟你講個案 我跟你講規定 外交部 可不可以告訴所有的委員 我們在外館 採購各項物品 我們所依循的規定是什麼 還是有各項變數 就像我們以前 我們要出國開會 去哪裡 一天報多少錢 什麼可以報 什麼不可以報 項目是多少 全部都有規定啊 但我今天赫蘭發現 原來買外館的東西 我現在在講的喔 不是什麼 機密的公務的東西 我現在在講的是咖啡機啊 是沙發啊 是床啊 是床頭櫃啊 這些東西可以沒有標準 愛怎麼買就怎麼買嗎 這是我的問題喔 好 那一萬元以上要報到 我們部裡面來合可 謝謝 那就是這個程序我們會檢討 時間的關係齁 讓他避免有一些齁 這是外面覺得說 相關的程序跟標準 會後可不可以提供給所有的委員 程序跟標準 我沒有要個案喔 程序跟標準就好了 程序跟標準就好了 我們有那個支出的相關規定嘛 那如果這個部分 因為已經有大家的寶貴意見 我們會納入啊 看怎麼樣能夠讓他有更明確的規範 所以你的程序跟規範是不是可以提供給大家 謝謝 可以齁 好 謝謝 那待會相關的 可能也順便提供一下 因為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個科目 可是提供知用的情形 這個部分請你們可以提供 因為他是編在公開的預算齁 知用情形